小黃才剛回轉 就有一輛機車湊上錢 不斷對著司機叫囂 要他下車理論 仔細一看 機車騎士沒有戴安全帽 還直接將車停在路中央 男子狂敲車窗 還拿起手機 要找人助陣 小黃司機都嚇壞了 根本不敢下車 綠燈一亮 馬上開車走人 但這還沒完 機車騎士不肯罷休 一路尾隨到下個路口 再度將機車停在左轉車道 不斷拉著車門 要司機下車理論 一旁騎士見狀勸阻 也慘遭波及 事發在新北市的街頭 現場車流量相當大 離譜的行車糾紛 就發生在二十二號晚間八點多 計程車疑似因為從外側大回轉 差點撞到機車 因此引發騎士不滿 他一路從盧州中山路 追到三重三河路 雙方追逐近三公里 騎士還兩度攔車 發生 發現機車騎士 未帶安全帽且任意揍停車道 未議規定使用燈光 及到路上蛇行駕駛 騎士違規行徑 嚴重影響其他用路人安全 警方調閱監視器 發現騎士不僅違規 在車道停車 海危險蛇行 甚至沒有戴安全帽 最高將開出二十萬元罰單 一時衝動的代價可真不小 財政新聞 孟國好查文 新北長報道